不同的燈光 不同的時段 呈現不同的風格 我覺得這是一般乳膠漆 可能是沒有辦法取代的東西 尤其是摸起來的觸感 也是非常有質感 我非常喜歡 以前我們幾乎都是租房子 但由於是我老婆她職業的關係 所以她對於顏色的要求 她會希望說可以塗自己的顏色 那以前都不曉得說油漆要怎麼挑選 我們就會去大賣場去挑一些乳膠漆回來漆 那大部分的施工其實都是我自己來漆 漆的時候其實就會有點覺得有刺鼻感 然後很不舒服 就很重的油漆味 那因為家裡面還有小朋友 那小朋友對味道也特別更敏感 他們就會直接說 為什麼有怪怪的味道這樣子 所以其實那種不舒服其實是蠻明顯的 我們一開始在裝潢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推薦一些油漆的塗料 然後再加上設計師也有推薦 可是後來我們最主要是希望是要無毒 然後沒有味道 因為家裡面畢竟有小孩 然後還有寵物 然後後來是有經有一個朋友介紹說 那你可以試試看這個德國的凱恩塗料 然後天然礦物 然後我就覺得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們是工作除了辦公室以外 住家其實兩邊是結合 因為我們是自己創業的 那我覺得凱恩他在顏色上面的表現非常的好 而且我覺得他有一個特殊的質感 我覺得總是會讓人家心情就比較沉穩 就是很溫暖很沉的感覺 就在這邊不管是辦公室也好 或是自己的書房也好 在工作的時候 我總會覺得心會比較穩定一點這樣子 在挑選顏色的時候 其實凱恩其實我自己也有做一些功課 那所以我覺得他最大的一個特色是 我知道他們的顏色選擇非常多 那再加上他們每個顏色 在我們在比對的時候 在色卡上面跟在牆壁上所呈現的顏色 我覺得是非常符合 然後顏色也非常飽和 那另外一點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是 凱恩其實他會隨著一天的時間 譬如說早晨 傍晚所呈現的那種顏色的感 色調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在同一款漆上面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那種感覺 那尤其我們兩個是在家工作的時間也非常多 那所以我選擇每個房間用使用不同的顏色 我覺得會讓生活也增加非常多不同的 有趣的一些元素 在施工期間是真的就是真的沒有味道 然後他其實超過我的預期 比我當初預期要來的高 然後他不管是在顏色的表現 然後飽和度 然後他也比一般乳膠漆 真的要讓你覺得很穩定很多 所以他比我想像中的期待還要超出 就是親朋好友來我們一家參觀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一定會問到 你們用什麼油漆 你們油漆怎麼會這麼的漂亮的顏色 有質感 對 尤其是摸起來的觸感也是非常有質感 我非常喜歡